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德同修 大家好 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到泰国来 记得第一次是在03年7月 我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 来参加联合国的国际会议和平会议 在曼谷学校召开 在开会期间 在曼谷住了一个星期 认识了当时的副总理 查瓦力将军 看到这一对贤康力 是虔诚的佛教徒 非常难得 我们也很有缘分 在一个星期当中 他在家里面接待过我两次 我们也讨论了很多的问题 以后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去年难得他到澳洲昆斯兰来看我 在我们学院也住了四天 那么这一次 也就是在那一次 刚好遇到太子 五十岁的生日 这个想建一个生前医院 我们听到这个事情 也非常欢喜 就全心全力帮助他 把这个医院建成了 这一次来呢 是医院的落成典礼 这个邀请我到这边来看看 我也非常欢喜 看到这个医院落成 但是医院 我看到他这个医院外面 那个大楼用我的名字 做这个大楼的名称 这个是很不好 我看到是 我原先不晓得是这种情形 那么现在在 很多地方香港是很普遍的 这个慈善 那捐助慈善的都是用名字 这个作为大楼的名称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老祖宗教我们基因德 做好事不要去宣扬 宣扬呢 古报就没有了 就报掉了 所以这个基德要基因德 什么叫因德呢 因德是做了好事 别让人知道 尤其是佛法方面 所以我就建议 希望他们把这个名称改 改做三宝 上面挂上佛法身 不是很好吗 大家看到就是都念佛 念法 念僧 这个好啊 不要念人名字 念人名字就很没意思 那么在 像在中国大臣呢 我们就用阿弥陀佛 做这个建筑的名称都好 一看 念一句阿弥陀佛 就种无量的山根 在南传呢 我们就念佛 念法 念神 所以大家都很容易接受 所以希望呢 这个大陆的名称要改 佛法 在我们这个时代 确实是衰了 衰位了 我们看看 其他宗教也不例外 我是 98年 到新加坡 算是 在那边 居留时间呢 长一些了 那么在疫情 我对这个 新加坡和澳洲啊 大概是每年 去一次 一次呢 大概是一个月 就是新加坡和澳洲 喝起来一个月 应当有十几年 98年去的时候 才算是 常住 所以99年 我们在新加坡 团结宗教 新加坡有九个宗教 我们每一个宗教 去拜访 去拜访 主动去拜访 也去帮助他们 所做的一些 慈善福利事业 有很多些 这个宗教里面 他们有 国儿院 有养老院 也有办医院 办学校的 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我们呢 也供养他们 协助他们 发展社会 慈善慈喻 那么这样呢 跟宗教就经常往来 他们宗教的活动 重要的这个 节日活动 我们都参加 以后这个往来就平凡 所以宗教确实 变成一家人 那么我也 陪同他们 组成了 新加坡的宗教访问团 到中国去访问 那么由中国国家 宗教局接待 这时 访问了十六天 这是最好的 机会教育 最好的机会教育 因为宗教 尤其是宗教的领导人 是宗教里面 有声望的这些传教师 平常都不想往来 那么在这个旅行的时候 是从早到晚 都生活在一起 到十六天下来 就变成很好的朋友 从早到晚 大家都相聚在一起 所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感到 现在的社会动乱 活在这个人间 非常痛苦 我想我们 大概五十岁以上的人 都能感触到 你看五十年前的社会 跟现在比完全不一样 那个时候 虽然说是 比过去 一百年前 两百年前 这社会风险 是 也相差得很远了 但是 最近这个五十年变化了 非常之大 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 把这个东方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俗获了 西方呢 这个宗教教育 宗教也只有形式 没有实质 人相信 人相信科学 不相信宗教 也不相信 伦理道德 相信金钱 每个人头脑里面 都竞争 追求财富 这是社会动乱 主要的因素 在两千五百年前 孟子就受贡 诸文念四书 孟子 第一篇 就是见梁慧王 你看孟子见梁慧王 梁慧王就问他 那是你老人家 到我们国家来 对我们国家 有没有一些利益 梁慧王也追求利 孟子听到之后 就非常伤感 就劝梁慧王 王 你何必去追求利呢 应当追求的是仁义 利是人之必真 人之必真 那么每一个人都真利 尤其现在提倡是竞争 这还得了吗 这个世界 这就是世界动乱的原因 你在制造动乱 你不是化解冲突 所以化解冲突 一定要提倡仁义 一定要教人 大家能够互相 谦让 离让 中国古时候的教育 是叫让 彼此都一想让 这个世界不就和平了吗 冲突不就没有了吗 彼此相增还得了吗 人起心动念 都是损人利己 每一个人念头都损人利己 这个世界还得了 所以 竞争 提升 那就是 斗争 斗争再提升 那不就是战争吗 现在的战争 是核武生化 那就是人类的毁灭 所以这个是走的是死路一条 这不是深路 我们一定要想得 可是现在 已经形成全球的风系了 这个竞争是全球风系 大家都迷了 联合国 为了 追求和平 消灭冲突 提亮这么一个理念 来召开 故纪和平会议 我是从03年 才开始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到今年五年 五年我参加了十一次 就是联合国所主导的 国际和平会议 我才想着 联合国这个会议 是从70年代开始 1970年的开始 那么到现在是 37年了 世界 这个冲突的频率 年年上升 灾害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参加联合国会议 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专家学者 包括有很多高级的官员 政府官员 部长以上 宗教的 宗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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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和平 许多人问这个问题 在中国 梁树敏先生 最后的遗注 是从口述记录下来的 我看到这本书 题目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还有和平吗 这么一个问号 05年 我在吉隆坡 做两次红阀的讲演 规模很大 我跟马哈地先生见面 那么他是 马来西亚的首相 他做了22年首相 那是刚刚退下来 我们见面 他第一个问题问我 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都带了怀疑的口吻 由此可知 多少人对这个事情非常关心 但是没有信心 那么我们在这几年 有这么一个缘分 代表澳洲大学 参与联合国和平的活动 我第一次就是 03年7月 第一次是在曼谷 第一次我没有说话 我不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我很冷静地来观察 来听 看他们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 第二次是在日本的港山 我有发言 第三次以后 我有主题发言 那是给我的发言时间 就比较长 那么我们将中国 五千年来 长治九安的经验 方法 效果 介绍给联合国 从事与和平工作的这些朋友 他们听得很有兴趣 闻所未闻 从来没听说过 也没跟他们讲过 中国人用什么 达到长治九安 在过去 古老的中国 可以追溯到五千年 在中国是五千年的文化了 有文字的 有文字记载的 四千五百年 由福西到神龙 神龙到皇帝 这个一千年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就靠传说 靠传说 皇帝那个时代 发明文字 那就有记载了 所以皇帝到我们现在 差不多是四千五百年 这有记载了 所以中国的历史 很宝贵 很完整 那么中国人靠什么 记载 到孔子 集过去两千五百年的大臣 因为从前传说下的东西 文有记载 所以夫子一生 论语里面 他说得很好 他一生 疏而不足 兴而好顾 这个两句话 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里头的 精语良言 说而不足 他没有创造 他没有发明 他是个老实人 他说他所学的 所修的 他教学生 所教的 所传个后人的 都是古圣先行的教会 没有自己中心 所以论语里面很多话 是夫子说的 但是都是夫子 集成古代 古圣先王的话 说出来 他说出来 记载下来 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 我们在《华言经》 《清凉大师诸节》里面所看到的 他在解释 金体 《清凉大师》说道 释迦牟尼佛也是老实人 也是数而不足 他说佛叶三 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 都是古佛所说的 释迦牟尼佛 没有在古佛经典上 多加一个字 那比孔子还要严格 这些都是老实人啊 这话能相信吗 我们通过 长时间的学习 明白了 身一心不疑啊 我二十六岁 听到佛法 算是很迟了 二十六岁才接触到啊 那么到今年 我学这个修学五十七年 讲经五十年 没中断过 每天讲啊 天天在学习啊 越学越欢喜啊 这发习充满了 这发习充满了 长生欢喜心啊 年轻的学习充满了 年轻的时候我学哲学 跟我的老师方东北先生 他是哲学家 党代的一位哲学家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对宗教 总以为他是迷信 尤其是佛教 佛教什么都败 变成什么 多神教 泛神教 这个多神泛神啊 在宗教里面是属于低级宗教 高级宗教 只有一个真神 那哪有什么都败的呢 所以在我们这个观念当中啊 对佛教是很轻视 那从学哲学 这老师给我讲的这个哲学概论 最后一个单元呢 是讲佛经哲学 我们感到很惊讶了 佛经宗教 第一级宗教 他有什么哲学 老师告诉我 他说你们年轻 你不知道 他说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 那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我们是受老师的教语 教诲才重新去接触佛教 接触佛教的经典 才真正知道 释迦牟尼佛的身份 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四季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佛陀佛一生 这个行义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他是职业老师 他十九岁 离开家出去参学 学了十二年 我们能够想象到 他是王子的身份 聪明 聪明好学 所以十二年当中 他接触到的是印度 印度那时候宗教之国 每一个宗教里面的这些长者大德 他都亲近过 学术 学术界里面也是敦风造极 都接触过 都学过 佛门里面所说的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 是古婆罗门所修的 所以印度 无论是宗教 无论是学术 他们都喜欢修禅定 禅定能够突破空间维持 所以他们对于六道轮回的情形 非常清楚 这不是理论 不是猜测 不是想象 是在定中他真的见到了 上面能够见到 飞翔飞飞翔天 下面能看到阿比地狱 那我在我们想象当中 我想师尊一定也有这个问题 这六道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六道 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别的世界 像这种问题 没人能解答 所以他到横河边上 大树底下去入地 把十二年所学的放下 这一放下 入更深的禅定 大树大树 这问题全解决了 明心皆心 皆心成佛了 他真的无上不提 那么从此之后 他就开始教训 三十岁 他这一年是三十岁 开始教训 七十九岁元级 教训 说法四十九年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我们要了解 他一生没有见过到场 生活是树下一休 日中一时 拓博 他的学生也跟老师一样 都有本事 晚上在树下 打个坐就行了 我们能想到 那个身体多好啊 那我们现在要到树下去 坐一晚上啊 明天一定加护并放 这你想得 这金刚不坏身啊 那个才叫真正幸福美满啊 你看心里面清净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身体没有任何压力 你说这是 这个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现在就不能跟他相比啊 那么佛建的内容 我们接触之后 老师指导 认真呢 再学习 这个 五十七年学下来之后 我们才真正是感激老师的恩德 不是他 我们这一生不会接触 他教导我们接触之后 才发现 这经典的讲什么啊 讲的伦理 道德 英国 哲学 科学 这五样东西都讲到敦风造极 都讲到非常的圆满 你以现在科学来说 《华严经》里面所讲的科学 现在科学是走两个极端 一个宏观的宇宙 一个量子力学 《华严经》上有啊 将宏观的宇宙 比现在科学家讲的 不知道要大多少 这科学不能比啊 讲到量子力学的时候 也比他讲的精微 现在的时候科学是不错了 发现到原子 电子 烈子 跨客 但是跨客里面有没有东西呢 他说不出来 那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所讲的 名词不一样 他讲微臣 物质里面最小的是微臣 这一抱 正抱 我们人身体最小的 他讲矛端 矛口 矛端 服用这个笔 这是讲最小的 讲微观世界 这个微臣里头有世界呀 这位科学家没发现啊 微臣里面的世界 跟外面宇宙是一样的 外面宇宙没有缩小 微臣世界没有扩大 它居然是一样的 所以说到最后头了 宇宙之间没有大小 也就是告诉我们 空间跟时间都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可以突破 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 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远近 说万亿佛国度 这是大乘教里面讲 阿弥陀佛的世界 在哪里呀 就在此地 那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微臣里 就在某孔里 你见不到啊 你说这种科学 这是科学家的时候 要跟佛讲的人望尘莫及啊 那佛告诉我们 佛讲的话是真的 他说出来之后 要求我们去证明 所以他讲 信 结 行 证 证得之后了 你才有受用啊 你要没有证实的话 你得不到受用 那是你听别人说的 听释迦牟尼佛讲的 你不是自己亲自见到的 所以佛要我们亲自 这就是真的 这不是假的 所以佛教里有高等的 方先生告诉我说 高等哲学 我现在发现高等科学 世间所有这些学术的学术 佛经几乎包罗尽了 这大学不能比啊 大学里面所有的各种科学 跟佛教一比的学 它只是一点点而已 这么好的学术 这么好的东西 你说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认真去学习 这多可惜啊 我学佛之后 拜了一个出家的师父 张家大师 非常难得 老师叫我 学释迦牟尼佛 他替我选这个行业 释迦牟尼佛说是 什么行业呢 职业老师 而且是义务老师 讲经教学 不收学费的嘛 孔老夫子还收学费了 教学的时候还有条件 孔老夫子叫聪明人 太笨的人都不教 可是我们世尊就不一样 他没有条件 你看周立潘陀切都笨 一点记忆力都没有 教他两句记 教上句 下句不知道 教下去上句忘掉了 这个可不容易啊 佛有耐心 长时间的信修 能把它叫好 那么这是 所以佛的慈悲 世间没有人能找到第二个 让我们感激 佩服 真的到极处了 所以我们明了之后 对于这个佛法的看法 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佛陀 他是教育 他不是宗教 教育里头可以包括宗教 宗教未必能包括教育 那么到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 中国的寺院安堂是学校 天天上课啊 天天讲经 天天教学 翻译经典 什么叫修行呢 把你所学的东西 落实到日常生活 这就是修行 错误的思想行为 修正过来 叫修行 修行是修正我们的思想 引行 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到现在 佛法变成宗教了 我们不能不承认 他已经是过分着重在形式上 教学没有了 我们认识佛教 了解佛教 就有责任 有使命 把佛教本来的面目 要恢复 我们认真努力 走世尊这条路子 就对了 一生从事于教学 教学绝定不能间断 跟一个人讲话 也是教他 跟两个人讲话 也是教他 无论在什么时候 你只遇到人 你一开口就是想进 行住作物 你就做出最好的榜样 给人看 神教 开口是严教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精神 这是释迦牟尼佛对于整个 不但讲人类也 是设法界众生的贡献 从谁做齐呢 要从自己做齐 你不要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 这是最难的事情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 天下有两桩难思 第一个叫登天难 求人难 那你求人 人家不肯干了 求自己 自己一定要发心去干 这个里头干的会有默契 越干越有兴趣 而且这个佛报呢 也越干越大 修来的嘛 这个世间一切众生 有大富大贵 有贫穷下贱 那个命不一样啊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他过去身中造的业不一样 六道里面的众生 佛说得好啊 他为什么到六道来轮回啊 佛说了 人生仇业 就单单讲这个人生 是仇长你的业报 过去身中修的福 那你这一生到人来享福的 过去身中造的罪孽 那你到人中 到这个人家来受罪的 所以这业报在支配你啊 你的财富 你过去身中修的财富多 这一生中的大财富 过去身中修智慧多 这一生当中你聪明智慧 是怎么回思绪 修什么呢 修博士 财力雄厚的 是你命里的所有的 不是你这一生赚的 赚不到啊 你命里都没有财 你赚什么 做什么生意 人家赚钱 你就赚本 你没有命嘛 但是你看算命看相 是你财富啊 你财富里头有多少啊 这是过去身中 修财布式的多 这一生的财富 过去身中修法布式的多 法布式 你喜欢教别人 你懂的东西 都欢欢喜喜地教别人 这法布式 这一生 你得聪明智慧 还有一种修 无微不实 就是看到别人 这个有恐怖 有忧虑 你能帮助它 排除恐怖忧虑 那你得的就是 健康长寿 他有应有果啊 他离不开因果的 如是因 如是果 如是报 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你不修 你哪来啊 所以越诗 越懂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的老师很慈悲 说 那老师虽然不必算命啊 看看就晓得了 一看我的样子 是薄命的像 又短命 又命 这个财库里头空空的 没有财 还有一点小智慧 大概过去的是 我学过佛 有一点小智慧 所以没有财 短命 所以就叫我 张家大师叫我 修这个三种布施 我说财布施 我没有财 没有钱啊 自己生活都非常困难啊 哪里有钱布施呢 他就问我 一毛钱有没有 可以 一毛钱有 一块钱有没有 一块钱也还可以 你就从一块一毛 做起吧 这以后接触佛教呢 常常到这个寺庙里面 来抄金 主要的是 我是要来学金教的 因为经书 那个时候买不到 一般书店没有 所以只有寺庙里有金点 我要学的哪些东西 利用星期价日去抄 看到寺庙里有放生的 大家凑一点钱放生 我也可以捐个两毛三毛 捐去放生 也有印金的 印金的 我们也捐个一块 两块 对我讲就很多了 就这么做 以后就越做 就越多 越做越多 那么到了现在几乎什么 几乎是心祥事成了 从前做梦都不敢想的 现在居然我能够 征送全世界 送大藏经 将近送一万头 这钱都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到一生 我没有见过道场 没有道场 哪里有云就到哪里去 释迦牟尼佛没道场 我们跟他说 有道场就有累赘 你有好多操心的事情 房子坏了要修理 这个东西不都是麻烦事情吗 没有就不操这个心了 所以在外面旅游的时候 都是住别人的房子 操心是住人的事情 我们是客人 不操心 所以一生能够把全部的精神力量 都用在经典上 对经典的深入了解 要把经典的教诲 经典的理论 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 经典的教训 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 你说这多快乐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方老师所讲的 舍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我真的得到了 他讲的话不假 我可以做证明 我的寿命 年轻的时候人家给我算命 不会超过四十五岁 我相信 凭什么相信呢 凭我的家族 我的祖父四十五岁死 我的伯父 我父亲的哥哥 也是四十五岁死 我父亲也是四十五岁死 我说我大概也过不了四十五岁吧 那这是我自己了解的吧 那么多了辽凡思绪 看看辽凡先生 那一些 这不好的性格行为 我全部都有 辽凡先生 还有一些好的东西 我都没有 我比他差远了 所以老师教我的那一套 我的认真学习 我也没有求财富 也没有求聪明智慧 也没有求健康长寿 我只求的四十五岁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天天念佛求往生 四十五岁那一年真的害了一场病 一个月 我想的 寿命到了 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 为什么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啊 你命到了 你医不了啊 所以我就老老实实念佛 念佛求往生 念了一个月就好了 病就好了 那么一直到现在 八十二了 我没有经过医院 我没有病历 没有求啊 活一天 为佛法公主一天 护持正法 为众生化解灾难 我懂得化解的方法了 所以在澳洲呢 有这么个缘分 就是911事件发生之后 和学校校长来招呼 大家知道 这个恐怖的 这个严重问题 没有法子解决 过去 他们对付恐怖 是用镇压 用报复 911事件之后 发生之后 觉得用这个方法 不信 这个还是做不到 所以就希望呢 真正用和平方式 来解决 就找到我 我跟学校教授 开了两次会 我就告诉他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跟大夫治病一样 你要把病根找出来 为什么会有冲突 冲突的根在哪里 得要从根本下手 才能解决问题 那根在哪里 大家都没想到过 但后国开了那么多年的会 没有人把根找到 都认为这是两方面的冲突 那怎么调停呢 冲突的根 中国人知道 佛法知道 在哪里呢 在家庭呢 你看现在这个社会 夫妻离婚 离婚率这么高 那就是什么 夫妇冲突啊 夫妇冲突 连带的父子冲突 兄弟冲突 那淋漓相当冲突 这个人走进社会 他能跟人不冲突吗 就知道他没想到 那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说还有根深 这根深的是什么 你自己跟自己冲突 这话他听不懂了 佛法里面讲 中国传统学书里面讲 本性跟习性的冲突 你看我们老祖宗讲的 人之粗心本善 中国老祖宗讲 人性本善 心本善 习性不善 又就是 你的本性善 你的习性不善 这发生冲突 这个冲突善了 三字经开头 前面八句话 就是中国五千年的教学 理念的总纲领 总原则 三字经前面一句话 五千年来 世世代代都遵守 我们要肯定 人之粗心本善 性相近 细相远 性都是善的 善的相近 大家都是善的 可是习性不一样了 习性跟你的本性 越来越远了 你学坏了 其实教育就重要了 你学坏了 你本来是善的 学坏了 所以下面才讲的是 教育的兴起 苟不教 信乃切 这教育重要了 教育从哪儿来 教育从这儿来的 怎么会教法呢 教之道归一传 这个拔具是中国五千年来 这个传统教学指导的 总原则 总纲领 你懂得用这个方法了 能解决现在的 这个世界冲突问题 所以我就告诉他的是 这个话得很难讲 他没有这种常识 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就不容易 我们举例一个 比如利害当前 你想到是自利还是利他 那大家当然一利害 大家都要真利 要自利 那自利不就伤害他了吗 他也自利不就伤害我了吗 冲突不就发生了吗 冲突是什么起来的 利益当前的时候 想他 不要想自己 我想利利他 他想利我 这问题不就化解了吗 不就没有冲突了 这才是双云的局面嘛 所以人必须要学的什么 要学谦卑 要学尊重别人 敬爱别人 关怀别人 照顾别人 帮助别人 我存这个心 人家也存这个心 你说这个世界多美满 这个世界多想好 如果只一昧地只想到自己 不去想别人的话的时候 别人他也一昧想自己 他也不会想我们 非冲突不扣 最后现在要拼 经济上要拼 拼到最后什么 拼到最后就死亡了 拼死了 死路他不是活路 我们每天想着别人利益 想着别人好处 我们自己是心安理得 过得是多么快乐 没有动着一天 也没有摸着一惨 这个道理 东方人懂得 佛懂得 所以众善因一定得善果 你的因不善 你想得善果 哪有这个道理 在因果上讲不通的 所以佛发了 无比的殊胜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追求 这是教育 这是了不起的教育 这是真正能带给我们 一身美满幸福的教育 你要想一生快乐 来生快乐 生生世世快乐 谁能给你 佛教的经典能够给你 这里头有宝 所以称为法宝 那是真的 一点都不假了 所以希望大家要认真努力修学 最近我讲这个花言经 讲了差不多 将近四千个小时 大概才讲到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多一点 就想到华言经修行的方法 我就把经停了一段时间 把这个 新手过世的 修华言奥指 忘经还原观这篇文章 跟同学们在一起 学习了一遍 一共讲了四十八次 一次两个小时 九十六个小时 非常之好啊 这是讲修行 怎样 入华言经济 将来修行方法 对于念佛 求生进度 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你懂得这套修行方法 那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肯定是十报状远途啊 不是方便犹豫土 凡身同俱土不是的 真的一到极乐世界 化开见佛 那对现前呢 现前可以解决 整个世界动乱的问题 这片东西能解决 那么刚刚讲完 讲完之后要恢复奖金 深深感到啊 现在大家学佛的人很多啊 不知道从哪里学起 所以我就特别讲了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也是华言经清凉大使 他所讲的 他所讲的 听经是种利益 其实听经的利益是无量无边 归纳为十大类 圈人读读读读读读听经 一教风行 那这个利益就大了 那么今天从前古时候 四月安堂是佛教的学校 住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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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教育是皇上管的 世间一般教育 恐懵的教育是宰相管的 那么现在差不多将近一年半年的时候 大家俗获了 变成宗教了 只有形式没有教学了 世界才会变成这样子 灾难才会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恢复 一定要把它走向教育的这条道路 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佛法 无比殊胜的利益 那么世尊一生就是教学 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佛陀教育的利益 让他的学生弟子 经常四面八方去传教 带他教学 没有学校 没有建立这个道场 那在现在 科学技术 有很好的发展 我们要利用 所以我不主张建寺庙 我主张建卫星电视台 那这个教学的时候 全世界都听到了 现在就更进步 宽屏网络 效果不亚于卫星电视 成本呢 比卫星电视便宜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说 走这个路子 我们有一个电视台 有六颗卫星 现在网络的这个电视呢 我们更要好好地利用 那我在中国就有这个网络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讲经 全世界都能听到 只有你 你要有电脑 你知道我的网址的时候 你每天可以听到 所以每一天在电视 在网络上听见的人 太多太多了 这些人都跟我呢 都没见过面 都不认识 他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所以常常旅行呢 无论是什么地方 都会有人看到我的时候 跟我打招 都能叫得出我的名字来 都是听网络 听微信 所以要用机会教育 有这么好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对得起释迦牟尼佛 把释迦牟尼佛的经教 要能在全世界普遍地宣扬 那么这些年来 大家我跟着